大家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的樣本球時間 上星期就說過,白人最早是今個星期就可以獲得聯賽冠軍 誰知他們要備戰歐聯,收起所有主力 所以主場對著無信卡帕就真是慘了 上場勾聯無端端收起的梅拿 6分鐘已經為白人射入,領先1比0 可惜他們頂不到尾 在72分鐘被哈欣來個近處收死柳牙 就糾和了1比1 看來白人要領背,我想下星期 因為蜜蜂仔主場對著和寶大開殺戒 6分鐘,香川接應米希大恩的Takue射入 3分鐘後,香川就助攻被拉莫斯 射成2比0 下本場,萊斯射入一顆,他都還未夠 後面入體的奧巴美洋再多2個頭鎚 這樣就贏到5比0 最後被和寶的舒爾尼拉破搗蛋 破搗蛋其實都不一所謂 以便巴人就收起主力了 他們周中的對手馬替會也是一樣 所以主場對著綁末的華力簡勞 一直都是按五入 是要等到換記者阿文出來入場40秒 都未夠,就憑著對方解圍不遠的一個抽射 就搞定了 繼續捉住巴塞 而他們同士的黃馬就沒有了賓斯馬和施朗 真是靠了巴爾單添補至尊 幸好他在80分鐘均臨天下 一個頭鎚搞定了,1比0 叫做繼續給壓力巴塞 面對馬德里斯雙虹的進逼 巴塞助客對著貝迪斯更加是不可以有失 對方還要在35分鐘,已經打少一個 真是給你機會 下半場拉傑迪 就把握對方龍門和後衛出錯的機會 就射入了空門 去到81分鐘 阿文蘇接應美斯的傳送 射成了2比0 三分量量量平安 繼續排第一 阿文蘇入球後 已經累積到35個入球 繼續射上榜第一 看來都可以打破美斯和施朗壟斷的局面 至於應超冠軍 讓車仔追和 這樣就把冠軍讓給李書十成了 好了,這個星期又是這裏 下星期再跟各位BABYE讓半球 好了,掰掰 下星期再次見 下星期再次見